尽管二手买卖气氛活跃,为价格走势盈存引优。一份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数据按周回落0.33%。其中港岛区楼价指数更显著下跌约1.51%。 区内多个大型屋,软价格回軟。其中鸭利州海宜半岛最新调整实用尺价跌至約16351元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0.33点。 仅升一周即见回落。其内四个主要地区有三个跌价。以上述港岛区数据最失息。至于九龙及新界东楼价指数。亦分别按周滑落约0.54%及约0.49%。 不少对市场有指标作用的港岛大型屋苑。尺价路得明显跌幅。除了海宜半岛下跌约3.8%外。柴湾杏花村及则鱼冲太古城两大铁路沿线流盘。 最新调整实用尺价液按周跌约2.6%及约1.9%。最新报约16564元及约19382元。 至于九龙南丑盘麗芝国美夫新村。其内尺价下跌约2.2%至约13,684元。 屋苑新近陆减价成交。美联吴智辉表示。单位为三旗百老汇街43号高层B室。 实用面积约509方尺。两房间隔。开价745万元。放盘一日积减至737万元转售。 尺价约14479元。 不过,仍有部分楼宁新屋苑陆创高价成交。世纪二十一旗风清。马安山营海星湾遇16座高层B室。 实用面积约551方尺。一房年储密室间隔。以一口价1100万元售出。 贵项目历来最贵一房。尺价约19964元。 中原陈文杰指出。全湾海之鸾外圆尾三斯座极高层C室。 实用面积约531方尺。以1103.8万元沽出。 创屋苑两房售价新高。尺价约20787元。 创屋苑三斯座极高层C室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